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這一集會和大家看看 Paper 3 Listening 聆聽的部分 如何做好些 值得留意的是 今年2016年Paper 3 Item 51 第51條 全香港只有44%考生答得對 這題目正正考到 考生分不分得清楚一些 很容易混淆的聆聽字眼 今天我會舉例給大家 在 Item 51 裡面問到考生 為何James Dean到現在 人都已經死了 但還是那麼出名 聲帶裡面說到 James Dean這位名人 在一個交通意外過世 聲帶他這樣說 He died tragically in a car crash 撞車我們叫做car crash 但很多考生答題的時候 就答了 He died in a car crash Crush是說捏爛一些東西 跟撞車是兩回事 聽下去 Crash crush很相似 但實在意思很不同 答題的時候要分得清楚 我們今天看看 哪些 confusing words 我們在聆聽的時候 會否聽錯 包括第一組 就是 Accept 和 Accept Accept 這個動詞是接受的意思 而 Accept 是隨此之外的意思 第二組就是 Advise Advice和 Advice 聽下去兩個字讀的意思 其實中文也是一樣的 Advice的意思是給意見的意思 不過第一個Advice是名詞 CE字尾 意思是給一個意見 意見本身的名詞 千萬不要混亂 第三個就是 Bear和 Bear 聽下去兩個都是一樣的意思 不過第一個 Bear 可以除了熊仔之外 有一個動詞 忍受的意思 另外一個 Bear B-A-R-E 意思就是赤裸裸的意思 是一個形容詞 下一組公開考試都常常考的 就是Compliment和Compliment Compliment 中間有一個E字的意思是 雙負雙成 但是Compliment 如果我讚你 就可以用Compliment這個動詞 最後考生最容易撈亂的 就是這一群 就是Lose和Lose Lose就是鬆綁 或者鬆的意思 但Lose就是輸了一場比賽 所以同學必須聽得清晰 有時候Speaker的聲音在一面 長音、短音的分別